你看看,起碼有半句是一样的 到底有什么不同? 就是后面,就是若乎为不善,非财之罪也 就是说这个,当然这个财就是性 我想我不能够多说,因为如果要分析的话 都可以看到它有很多文献之间的证据 但是这个财就是性 或者起碼就是自然倾向,自然本性的倾向 因为如果你看那个财字古文里面的解法 譬如说我这里引了说文解字 财就是草木之初也 譬如说后来陆上山都会说 心性情财都是一样东西,在孟子里面 大概的意思是可以说得通的 这个财就是草木之初 其实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好像刚才我举的例子 那个种子,它只要有适当的环境 它就会变成一棵像树 这个它会变成一棵像树的自然趋势 就是这粒种子的财 或者就是这里所说草木之初 草木自然就会生出来生命的化端 所以是四端之心 其实都有这个比喻的意思 所以它说若乎为不善非财之罪 这个说话很明显是针对着 刚才所说的第二种圣论 提出来的 第二种圣论就是圣可以为善 可以为不善 可以为善 曼子都说是 但可以为不善 曼子就说不行 因为圣不可以为不善 如果你要用这个说法 为什么说不可以为不善呢 就是因为圣根本没有这个倾向 圣根本没有这个倾向 去做不善的事 当然它这里所说的圣 是它后面那段所说的人而励志的圣 如果再回来 其实都是诚至孔子所说的人心 感通价值自觉 关怀之情 它这里所说的财 或者说的圣 当然是这个意思 所以人而励志的这个本心 当然是可以为善 就是它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趋向可以为善 但它就绝对没有这个能力 没有这个趋向去为不善 所以曼子跟着来 就要解释 为什么人会做不善的事 为什么人会做坏事 若乎为不善非才之罪 其实就不是因为本性的问题 不是因为本性的问题 因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后面诗解 但是跟着来这一段 他就说 差弹之心人家有之 收户之心人家有之 公敬之心人家有之 是非之心人家有之 就说的 測忍收户持样是非 都是人心原本就有的 如果我再用回刚才的类比 就是说 这粒种子里面 生成为一棵杖树的趋势 是它里面已经有的 不是外在的原则 要它成为一棵杖树的 行不行 所以他就说 測忍之心是人 收户之心就是义 恭敬之心就是义 是非之心就是智 这段说话 其实是可以跟后面 第五版的3.6那段说话一起去看 为什么呢 因为说这个四端之心 就是由3.6公宣丑那段说话说出来的 现在11.6的这个 这个告子上篇 其实它就不是说四端 因为它就没有说 測忍之心是人之端也 它只是说測忍之心是人也 这里又是令到很多作者 令到很多的学者 招到头都爆了 就是孟子有两个地方 就是现在告诉大家 这两个地方 去讲这个四心 即是測忍收户持样是非 和四德 人而礼智之间的关系 这两段呢 是孟子书里面唯一出现的两段 但是这两段呢 有一个很微细的差别 令到很多学者 就觉得很难解得通 这个微细的差别呢 就是恭敬丑就说 測忍之心是人之端也 如此类推 但是呢 在这个告子上篇就说 測忍之心是人也 字面上就好像说 測忍之心是人 不是人之端就是人 好了 就好像有不同 有很多不同的处理方法 有些就说 我其实差不多一样 有些就说 我不是啊 两个不同的意思来的 那当然呢 这个问题再复杂化 就真的可以很复杂的 为什么呢 一个端字也有不同的解法 有些端呢 就认为呢 就是那个端 就是那个端水 或者是有一些是法端 有些是端艺 这几个端呢 都有一些不同的 为什么呢 因为 譬如说 一个端 譬如说 如果它是一个端 端水的话呢 其实呢 它就类似于 是说呢 我一见到測引呢 其实呢 就是代表见到人 即是測引 其实就是人 不过呢 我一说測引 是一个表现的 几个东西 我一透过測引 这个表现呢 我就知道 其实呢 它就是人 我这样讲 你也是不明白的 不要紧要 我举个例子 就是说呢 我见到三枝端 譬如说 我有件衣服 谁不知呢 入升级的时候 就刚刚被升级夹住 那样 你看到升级门 就有个三袖 那你一说 三枝端 三也 那样 不好意思 这个例子 比较好笑 其实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见到三袖 你自然就猜到 是有件衣服被升级夹住 所以你见到三袖 不就是见到衣服 那这个是端的其中一个意思 好了 冰山一角呢 对了 那类似的意思 就是见到冰山一角 即是代表 是的 水下面还有一大个冰山 是吧 好了 端呢 还可以有第二个意思 我只讲两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呢 其实就是刚才我一直用的 那个新的比喻 就是说 我见到 那粒种子法牙了 那我就说 咦 现在这个法牙的种子 其实就是 就是象树的端 可以吗 所以这个端 就不是说 我见到一粒种子 自然就见到整棵 象树 那么幻觉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 现在这粒象树 种子法牙开始成长 我就说 我已经看到它 开始变成 一个象树 就跟我说 我见到三枝端 其实就是见到 整件衣服 是不同意思的 因为那件衣服还没有在那裡 或者不是 就是象树还没有在那裡 其实我见到的 只是一粒法牙的种子 行不行 好了 如果我这样解释 如果我现在接受第二种解法 的话 我就要解释 为什么这两段 会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呢 其实很简单 是因为 现在我们在看11.6 这个告纸上 是从一个体上面 就是如果我借用后来愚学的字眼 其实现在11.6 就是从体上面去讲 侧隐和性的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11.6 根据我们刚才的解释 孟子在解释 他为什么要宣扬圣善 现在孟子在解释 他说圣善的意思是什么 他就说圣善的意思就是 我们内在已经有了 这个本心 就是我们是从我们本心的人 以理智 去证明 人是本性是善的 好了 所以他在这里 从我看的角度 就是说 是 我们现在 可能 建于指入井 不要用余指入井 因为这个是下一段 我可以说 我肯定有 測引收户是非 这些心 这些活动 然后 虽然 虽然 可能我现在只是总织 其实我现在只有測引收户是非 我还未说得上 我是一个有道德的君子 我还未说得上 我仁以理智 已经 落实也好 成熟也好 但是 起码 測引之心 已经 内据了人的 原则 或者 那个价值 或者那个道理 行不行 所以就好像 那粒种子 虽然现在 不是一棵树 但种子里面 其实已经有了 成为一棵树的潜能 或者 那个趋势 或者 你可以说 成为一棵树的 那些原则 那些道理 已经是在 这粒种子 或者这粒豆里面 所以 在这里 是从我体上去说的 就是我们 从这个測引 收户 持有是非 已经可以看到 人而例子 而且这个 不是 非外 非外上外下 不是外面 比我的 而是我故有之 这个就是 所谓 本心 本性的意思 所以这个 是 告子上的说法 如果我们看看 我们花点时间 看看后面 公孙丑偿 就是刚才说 第五页的3.6 其实它 是另外一个 不同的预警 首先 在讲政治问题 就是说 为何我们要行黄道 是因为 其实这个是先黄 有不引人之心 才会行不引人之政 其实要解释 这个不引人之心 是人人都有的 为何我说人人都有 因为 金人债见如指一井 都有 最的叉眼之心 是吧 在这里 我说是从我用 是从我法用 是从我内心的这些